之前我们安立了键盘上的猎狗,这档音乐节目,它通过记录唱作人的音乐日常,展现一首歌的诞生过程。 但大家不要以为这就是单纯的纪录片,因为这档综艺里,该有的心动它都有,Ali和郑东焕,并排站在架子前,翻找自己喜欢的唱片,自然的哼起歌曲,简直就是约会进行中。 任选直和Henny这对意外令人心空的组合,一人一个耳机听着歌,就像电影的画面,唤醒恋爱细胞,然而这些暗戳戳的撒狗粮,都抵不过Loco和华莎的粉红互动,两个人直接把音乐节目拍成了我们结婚了,全程填诈。 对于黄暴爱子A社的清流Loco小可爱来说,和华莎一起合作是大型圆梦现场,他从15年开始就对华莎一片担心,公开表示理想型是华莎。 17年,在柳系列大叔的怂恿下,向华莎传递了视频告白,如果需要我的声音可以联系我。 有缘的是,MAMAMO都华莎也将Loco选为自己想要一起合作的艺术家,就这样,两人开始了看似音乐创作,实则公费恋爱的工作季,华莎拿到Loco的联系方式,内心激动又紧张的模样,就是个小女生啊。 接通电话后,华莎小心翼翼地发起问候,结结巴巴地提出合作邀请,小心脏砰砰砰,讲完电话,马上害羞地丢掉手机哈哈哈哈,相当可爱了。 在待机时里,和成员提到Loco欧巴和想象的不一样,非常单纯,欧巴,果然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词语。 一谈到自己和欧巴做的歌曲,就一脸自豪,自负心满满,Loco喜欢华莎的小心思更是藏不住,初次见面,一看到华莎,Loco就笑容盛开,心忽略着幸福的皱纹,各种迷地脸,悄悄地偷看一眼,眼神一接触,立刻假装若无其事。 华莎表达自己想要做的音乐主题时,Loco手指滑着手机屏幕,眼睛却看着华莎,华莎哼住旋律,Loco就露出一脸沉醉的表情,毫不吝啬地称赞,声音真好,果然喜欢这种东西是藏不住的,会从眼睛里跑出来啊。 很配的是,工作室的照明刚好是紫色,整个屋子都是暧昧的颜色,在这样色气的氛围里,作曲家Loco询问两人偏好的音乐体材,华莎表示喜欢老式的流行音乐,Loco转头问Loco喜欢什么,他说华莎,助攻小能手Loco又问华莎,哪个听音调最舒服呢?Loco174怎么样呢? Loco174是他的身高,韩文音调和身高同音,我的天,谁来帮我掰直一下我蜷缩的手指,而且,只要与华莎相关的事情他都会记得,Loco主动提到之前,在活动现场有见过华莎,在听到华莎记得自己和对自己的赞扬后,就害羞地低头脑头,这冒着粉红气泡的氛围,是相亲现场吗? 因为华莎说非常喜欢吉他的声音,所以在加拿初级开始调音,只要与华莎在一起就很开心,在录音的日子开车去接华莎,一看到华莎就牙齿成棒,送了适合华莎的口红,还说是来得路上紧的,哎呀呀,简直我结极是赶,甚至在录音不顺利时,只要将华莎带入女朋友的情景,状态就能变好,还能即兴加入华莎的原名, 华莎呢,作为重奏,明目张胆的华莎向日葵,俨然一副坠入爱情的样子,所以在如此粉红的氛围中,制作出来的歌曲,也必然是精品,别给我不仅实现姻缘一位,而且还被强制召回打歌,两人的特别舞台也不会让你失望,Loco不要给我就这句歌词后,又加上华莎呢,随后,华莎也跟着回应了一句, 贺宇呢?Loco原名,某人的表情管理从这里开始失败,在看到华莎诱惑的扭动后,Loco表情管理彻底失败,最近在Locomotive上,两人再次合体,华莎作为演唱会嘉宾,送给Loco最喜欢的黄色花束,Live表演,更是填出新高度,两人一对视就会笑,Loco拿着话筒笑出了声,华莎唱着不要避开眼神,Loco就乖乖点头, 最后华莎拉衣服实在太聊了,你们自己感受一下,总之,每次看到他俩的眼神和互动,小编的嘴角就疯狂上扬,求求你们赶快谈恋爱好吗?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,我可以单身,但我刻的CP请一定要在一起,被他们暧昧的磁场填道的朋友们点赞让我看到,我们一起祈祷,后台回复键盘上的猎狗,可以看他们撒糖梦想,当富婆包养小鲜肉的18岁少女。 谢谢大家